八尺的楼顶 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导台 地下室的话呢 也是全部装修过了的 大家好 我是安心卖房地产 Tim, Pris & Austin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套房产呢 是位于释迦堡 全新装修的Legal Duplex 在待看之前呢 也请不要忘记点击跟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我们每周的房产知识分享 更精彩的待看视频了 我们待会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外观 那整个外里面都有做过更新 贴了这一个比较新式的砖 所有的门窗都有换过 那前院的话呢 也有做过部分的interlock 车道也非常的长 总共有六个车子的车位可以停 但这个房子的话呢 只有前院跟侧院 它并没有一个围起来的 这一个后院的空间 然后房子的因为它是在一个corner位上 所以它的左手边那一片的话呢 是社区内的主路 所以相对来说会稍微吵一些 那剩下的这一片的区域的话呢 也相对来说比较安静 这个房子是一个月层的设计 那我们进来之后呢 向上几个楼梯就到了它的主层了 那向下的话呢 就是地下室的空间 那这两个的话呢 都有做单独的门 所以可以分门出租 那这个房子如果是买来自住 那地下室还可以出租 那是有现金流收入的 那我先从主层看起 进来之后的话呢 那整屋都有做过这个装修 也是非常 现在非常流行的白色厨房的设计 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导台 那可以作为餐桌来使用 也可以放不少的电器 炉头的话呢 也是这个明火的炉头 洗衣机干衣机是在这个位置 那整个房子的话呢 窗户都非常的大 所以天气好的时候呢 光线也会非常的明亮 但它的缺点就是说 它隔壁的这条街的话呢 是社区内的主街 相对来说 这个房子会有一点噪音 而且这个房子是没有后院的 那只有前院这一部分 再回头来看一下 这个房子的空间 八尺的楼顶 那整体来说是 非常舒服的 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朝卧室区域看一下 主层的话呢 总共是三个房间 一个半的厕所 那这是它的powder room 半个厕所 再往里走一些 就来到了它 厕所的位置 那整体也是全新装修过了 包含了一个浴缸跟领域 然后就是它三个房间 那这是它第一个房间 面积并不小 朝着请愿 下面来说比较安静 也是带了一个双开门的柜子 第二个房间的话呢 是朝着侧院 那因为它的侧院的话呢 全部做了这一个driveway 所以是没有围起来的这么一个后院 那这是第三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话呢 就是对着别人的房屋了 三个卧室其实面积都不小 如果你即将过来多伦多 又或者是刚刚到处的新移民 打算买楼 但面对完全陌生的市场 问题多多 不知道怎么办 不要紧 我为你准备好了所有答案 我是安心买房地产的创办人Chris Hahn 这本长达30页的电子指南 由我精神为你赞写 详细讲解买楼相关的所有知识 哪里找靓楼 怎样执平货 怎样选择可靠的经纪 奥兴必胜的秘诀 重点是怎样避开所有限制 要是多伦多买楼的新移民 首次致意者 立即点击文字标题下方链字 免费下载买楼全攻略 手把手教你轻松买好楼 不要错过了 我们到地下室去看一下 地下室的话呢 也是全部装修过了 只是说它的电器会比较老旧一点 那其他的话呢都是非常新的 而且它的窗户也做得非常的高 所以会有大量的自然光线进来 地下室的话呢是差不多7尺5的楼顶 所以并不是感觉特别的压力 地下室总共是4个房间 那这个是下室总共是4个房间的压力 那这个是下来的这个楼梯 然后左手边会有一个卧室 再过来就是它厕所的位置 然后这边有一个卧室 这边还有一个卧室 那这个卧室是地下室最大的 那整体来说 这个房子的话呢 卧室非常的多 如果用来买来出租 会有非常好的现金流的回报 今天的看房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房屋类型 社区和价格区间 欢迎联系我们 以我们为您搜索 带您看房 或是提供远程视频的拍摄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